对于国家队,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啊,因为在特殊的这个市场时期的时候呢,这个震惊为首的国家队啊,为了维护这个市场的稳定,维持它的流动性呢,这个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啊,并且有大量的资金都投进来买了一些股票,那么现在他们这些股票啊,呃,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对不对,我们也非常关心这一块,那么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呃,这个我们要关心一下它的持仓情况 以及比如说对市场的一些影响,对机构散户啊,它这个博弈格局到底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一些地方呢,我们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国家队的持股市值已经占A股全市场的6.11% 就行业来看,国家队资金最为偏重银行、非银金融行业、建筑装饰和医药生物 目前持有市值分别达到2万亿元、1657.14亿元、636.76亿元和453.06亿元,占国家队持股总市值的73.12%,6.04%,2.32%和1.65%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队最为重仓的银行、非银金融和建筑装饰都属于低估值板块 行业动态市盈率目前只有5.92倍、13.32倍和15.66倍 是当前市场中估值最低的三个板块 相较之下,国家队持有市值最低的板块包括综合、休闲服务、轻工制造和纺织服装 在持有个股数量方面,国家队目前合计持有个股1433支 相较之下,两支目前共有2842支个股 这也意味着,即便随即选择两支A股,就有机会选到一支国家队个股 就个股股数的分布来看,国家队持股最多的板块为化工、机械设备和医药生物 分别持有个股123支、118支和116支 好,短片中间对国家队持仓的一些客观的统计数据已经讲得非常的详实了 接下来我们请黄俊来分析一下 国家队拿的最多的,他现在银行、非银金融、建筑装饰 当然特点是低估值的为主 那么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金融类的,包括银行、非银金融类的这些个股 这些个股曾经在市场中间也活跃过 有一段时间非常的活跃 就算你看在昨天大盘跌到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 银行板块总体来讲还算是比较强的,跌得很少的 那么于是咱们就想到一个问题 有部分的投资者说空仓吧,心有不甘 买很多的股票吧,又怕往下跌 你看,就跟着国家队持仓最重的这些板块 先去买一点,作为一个防守的底仓 你觉得这样合不合适? 我觉得这种还是要看投资者的偏好,风险偏好 我觉得还是 它肯定是厌恶风险的 对,如果是厌恶风险的,你去买它 相对来讲安全性是比较高 但我们看到的这个银行,银行股的它的整个的一个在目前的走势当中所反映出来的 实际上它的波动率是非常小 波动率非常小 如果波动率小的,它无非就是 就是它没有,就是说我们说我们进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 可能是要获取它的一个差价 或者说是为了它的这个分红 但是呢,我们说从目前银行的这个以银行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个股来讲 它的风红比率,这个股息率是比较高 如果是,你是如果为了追求资金安全的 并且一定要配置的 那么我想买银行股肯定是没问题的 对吧,它有一定的这个这个这个风红率 对吧,那么然后呢,波动率又小 那么相对来讲,操作这个这个波动性不是很大 但反过来,如果是追求差价的 那我想这个,在你去投资银行的话 像投资银行股,跟着国家队去投资银行股 那我想这个,它的这个整个的收益率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我想这个投资者来讲 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认清市场目前的整个的一个运行的趋势 这个趋势究竟是,是说箱体整理 还是是不是会过一个阶段,会不会还要有一个下探的动作 但如果是认定后续还有可能是下探的动作 还不妨现在去休息 还不妨现在你空仓,清仓等待 这也可以 所以呢,我想这个市场呢 这个,在我们这个将近2000多次个股当中 实际上我觉得投资的这个,去盈利的这个机会 应该讲天天都会有,这个并非一定是要去选择银行股 当然我不是说银行股不好 但关键就是说,还是讲不同的投资者 他有不同的风险偏好 他会对投资的品种,他也有自己的这种选择的要求 但关键还是要看,这个你是追求是怎么样的一种这个操作 嗯